是我们联盟当中的第三代运团的优秀代表 来的中国高大拳俱乐部 有请 廖新 大家好 我是马云摩 大家好 我是邱建良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泰国选手 基本上就是站在那里不动 像一个大树一样 对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动起来 一动至近 而不适应别的规则这样的一种拳法 而并不是因为它比较成就啊 容易 这个不是你当时说它就能够改变 但是 压点了 压点了 的确是有连续的孤颈的顶膝 发展到极致了 对 漂亮 走路摆拳 要小心 上钩 漂亮 靠尔泉 软了 软了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泰国选手两个腿已经软了 是 那这个时候一定还要打前后 对啊 真漂亮 激了 激了 两个人同时出这个后手 对 而且几乎是同时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他帮他踩这一下 棒 正好 郑重面门 是 郑重面门 就在那么一刹那 插之毫厘之间了结 对 精准的打击 对 比赛结果 洪方胜